效力XPL韭菜科技的吳小景 以及在PLUS LEAGUE新竹街口工程师打拼的李佳瑞 分属不同联盟但都在本季打出亮眼表现 同样都受到青睐成了本次亚洲杯资格赛培训队的一员 撇开肺炎疫情风险不谈 两人对于首次入选中华队一军培训都相当开心 就蛮高兴的 高兴是因为有被注意到也被肯定到 蛮开心的 这也是第一次 然后也是因为比外的都没有回来 也是难得的机会嘛 如果能去我当然全力配合 入选中华队就是很感谢教练头还有蓝鞋的肯定 然后就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嘛 然后就觉得很幸运啦 就觉得很幸运 就是好险人家还有记住我这个人 然后就是自己也没有放弃自己这样 至于本季同样有出色发挥 睽違三年再度入选的御龙后卫李凯燕 也希望自己能拿出应有的表现回报教练团的期待 不过他的御龙队友同时也是本次培训队最为资深的周博成 却有可能退出本次培训 很感谢我的母队啊 然后感谢我的队友能给我的机会 然后相信我 然后让我这次到目前为止有很好的表现 那希望就是能够把自己该有的东西拿出来 那入选中华对啊对啊 因为我这一季打下来可能打打停停 我身体身体的状态还没有还没有到那么好 那我会不会参加这一次的集训可能还要经过一些评估 因为我的脚踝跟我的膝盖目前都 伤势都还没有完全好 身为近十年来中华男男的常客 周博成若退出培训 势必会大大影响团队战力 而在本次北赛 无论比赛时间 以及赛后反台的隔离周期 势必都会影响到母队赛程的情况下 各队球员要如何协调配合 再加上难以预料的疫情风险 这支中华男男恐怕会迎来前所未见的艰难挑战 我爱提新闻采访报道